讓大家這個Google地圖的部分 你到底會用還是不會用 首先我們先一樣 你用拿一個瀏覽器沒有關係 比如說我用Google的 我就進到這邊 好那我這邊都有幫你提供連結了 你就直接點也可以 好這樣就懶得打 好你進來之後大部分 大部分大家像你看他還蠻聰明的 我現在IP進來了 就知道你大概的地理位置對不對 好一般大部分都是大家就到這邊 我先把它縮小一點 好 你有沒有發現用點證圖真的差很多 差很多好 那你看我們先看這邊 跟各位講的 你看他的瀏覽模式 第一個 你有沒有 你知道什麼叫知識圖譜嗎 如果之前有聽過我的課的 我有介紹過 在我們搜尋的時候其實本來就有 這不是Google地圖才有的 這不是過定的 你看一下我先從這邊 來 你看一下如果我進到Google 平常我們在找的時候呢 您可以注意一下右手邊 就是一般的找資料的話 好 您進來之後有沒有發現 右手邊有一個這個 有沒有 這個我們稱作知識圖譜 也就是如果 雖然這些資料 一樣 你可以從左手邊這些內容找到 可是你是要花一些時間去整理 你不見得說馬上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學校的地址 電話 有沒有 成立什麼時間 這你不見得馬上知道 可是右手邊 他就像百科全書一樣 他先把相關的資料把它整理出來 好整理出來 所以這個我們稱作知識圖譜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 這些人傑出校友 都跟我們有關係的 所以你點一下的時候 他上面這裡 就會列出來相關的 有沒有 好會相關的 他 你就可以再去找到 其他的內容 好其他內容 所以這個我們稱作知識圖 那 現在知識圖也把它怎麼樣 進到我們的 地圖裡面來了 好地圖裡面來 所以呢如果說你一樣 我一樣是在這邊 點了 好他找到之後 有沒有發現 下面這邊就進來了 相關的資料是不是又進來了 對不對 跟你地圖比較相關的 他就直接進來 比如說我找完了 可能就要打電話 或者要怎麼樣 問一下地址多少啊 對不對 他就已經進到這邊 那如果你有比較多的 就可以再找 那當然這些所謂的街景啊 照片啊 一樣是很多 好這是第一個 所以這個叫做 知識圖 好知識圖 另外呢 其實Google的 地圖 檢視的方式 有這麼多種 你看第一個是街景 街景比較沒問題 大家平常比較常用到 另外 有一些照片的 對不對 好照片 可能是網路上相關照片 也可能是他 你提供的或別人 但是你有沒有看過全景 欸這個圖示不一樣喔 這個圖示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 這個在哪裡 看一下這邊 如果在這邊 下面有一個叫做導覽 導覽 導覽 導覽在哪裡 這裡 有一個導覽 喔這邊 打開 有沒有 這個地方打開 你有沒有發現這裡不一樣 有沒有不一樣 你看 有喔 你看 所以平常真的 各位比較少注意到這邊 你看喔 這是照片的 這沒問題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移過來之後 來我先返回這裡 我先返回地圖一下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我先關掉 好 我移到這邊來 他們告訴你在哪裡 人家這條線 很清楚是指到這邊 對不對 那所以呢 你滑過來 是不是在這裡 而且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我現在是在看校園內的地 哪裡有便利商店 有沒有 我一個外地的 我怎麼會知道哪裡有便利商店 校內的呢 有沒有發現 我們這樣是不是都找到了 有沒有 有沒有 了解嗎 那你看這裡有那個全景的 我們看這裡 街景服務 好 這個代表你可以從這邊 就是我們前面的廣場 對不對 有沒有360度 跟照片還是不一樣吧 這是另外一個 那另外還有呢 你看 這裡有沒有跟他不一樣的 又多一個 這個 剛剛這個是街景 這個是那個 全景的 一樣的 在這邊 類似的 有沒有 好 這是全景的 好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這個 剛剛還有 如果有比較多張的是像這樣 好 比較多張的是像 另外還有像這個 Google地球 剛剛那個是Google地球的 也就是說 其實現在Google地圖 跟Google地球 有部分是結合在一起的 你可以在Google地圖 裡面用Google地球的功能 也可以在哪裡 Google地球 用Google地圖的功能 好 兩個事實上有部分是重疊在一起 所以 你看我們剛剛在 在這邊有沒有 好 這個的 如果 如果你把它切換到 我們剛剛是在這個 對不對 你把它切換到那個 地球模式 Google地球的模式 你看一下這裡 它會帶你去做導覽 這裡沒有看到 這裡沒有看到 這是捨立的 應該還有一個 我等一下找那個什麼 比如說玉山 那種 比較大的 它有的有 有的沒有 那我先 比如說我們先來看一下 像這個 打錯了 好 OK 在這邊的 下面还没有更新 这边还没有更新完 他怎么还没有更新呢 好吧,那待会再给各位看好了 因为事实上呢,如果你是用Google地球的这个部分的话 他会有那个山景的部分,就是模拟的啦 模拟的那个山景的部分可以让你去看 那这里面呢 这个 有那个影片,但是我想我们待会如果可以直接看的话是最好 这样有没有发现 好像Google地图有些 导览的方式你不曾看过的 好,那我就画面先还给各位 你先看一下我们刚刚讲的知识图符 还有什么街景啊,照片啊,全景 还有那个相片导览的 如果你有比较多张的 你就可以 就像轮播一样 那就可以直接看相关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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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可以直接看相关的照片